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毕竟外国对中国恶意的很多 有的人巴不得这个计划失败 主要原因是 朱隆号和天文一号轨道器之前 还没有建立通信链路 而是采用直传地球的方式 中国科学家为火星车设计了超高频 UHF X频段两种不同频率的数传链路 X频段链路采用可转动式并向天线 可以实现直接对地传输 虽然直接对地通信持续时间长 但数传速率极低 每秒钟只能传输16个字节 其主要用于传输一些关键传感器数据 便于地面人员判断工作状态 如果以这样的速度向地球发送一张EMB的照片 那就得连续传六天多 况且地球 火星都在自转 火星车直接对此传输窗口是极为有限的 也不可能连续发射 UHF链路作为主用竖传链路 实现对环绕器的数据传输 数据率适中 但传输距离有限 只有当环绕器处于近火湖端时才能进行竖传 在此次火星探测任务中 环绕器不仅仅是一辆星际专车 它还是一座功能强大的通信中继站 为火星表面巡视器与地球搭建通讯桥梁 肩负对火星表面进行摇杆探测的任务 同时选择恰当的时机来将巡视器的数据中继传向地球 在距离地球2.93亿公里的轨道上 准确指向地球 相当于要在两米开外瞄准绣花针孔 而且要在环绕器自身飞行运动情况下 时刻保持瞄准状态 5月17日8时 天文1号环绕器实施第四次近火制动后 顺利进入周期为8.2小时中继通讯轨道 为火星车建立稳定的中继通讯链路 陆续传回图像数据 环绕器在中继通讯轨道运行期间 注农号每一个火星日可以处在近火湖段的环绕器进行一次 期间UHF双向通信 每次约8到10分钟 速度平均为20Mbps 相当于20兆宽带 很多人会疑问 为什么毅力号照片传回来这么快 因为在火星轨道上的美国探测器很多 美国毅力号可以利用在火星轨道上的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 MRO和马文号进行信号中继 因此毅力号能够很快传回数据 而中国只有天文1号环绕器 所以就比较慢 总之大家翘首以盼的照片视频都来了 说明天宫1号环绕器 着陆器加注农号状态良好 注农号火星车正处在开展驶离着陆器的紧张准备工作中 将泽基史上火星表面开始巡视探测 预计于5月28日 巡视器与着陆器还将进行两期互拍 届时我们就能看到来自火星的壮美景观和五星红旗闪耀火星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着急 干火还在后面呢 中国航天从来不怕失败 也不回避失败 天文1号之后 中国还会有天文2号 天文3号 到那个时候 在火星轨道的中国探测器越来越多 就能够提供360度无死角的信号覆盖 那个时候 中国也可以和美国一样 在最快时间收到火星的来信 5月17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表文章称 中国航天局刚刚给中国送上大礼 一台火星车 上周六 在这以中国古代民间传说中的火神命名的铸龙号火星车的探测器历史性的在火星着陆 这是中国的一个最辉煌的时刻 这不仅展示了中国不断增强的航天能力 而且还适时的提醒世人 中国自建国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 中国爱国学生和知识分子试图从西方列强的手中拯救当时虚弱和分裂的国家 一个世纪以来 中国的科学能力正取得巨大进步 并迅速赶上西方国家 中国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 也许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 中国在半个世纪前才发射起第一颗卫星 而现在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在红色星球上着陆火星车的国家 仅次于美国 搞航天不能不想到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先生 了想先生当年 刚回国不久 来到哈军宫 选调人才 搞两单一星 哈军宫院长问道 钱先生 我问你 我们中国能造出自己的导弹和火箭来 意气风发的钱学森脱口而出 外国人能搞 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 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比他们矮一截 今天 中国不仅仅在SCI论文总量方面领先 在自然和科学等高端论文方面也发展迅速 展现了很强的科研软实力 中国在高速铁路 航天航空 航空母舰等大国重器研制方面 更是展现了很强的科研硬实力 天文一号的任务非常复杂 而中国第一次尝试 就取得成功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先后执行了多次任务 才完成这三个具有挑战性的步骤 尽管比中国早了几十年 中国的注农号在技术上 或许不如NASA的伊利号先进 但它的出现 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即中国的太空能力 正在赶上美国 自立自强是中国太空进步的关键 美国在2011年通过一项法律 限制NASA与中国科学家接触 今年4月底 中国成功发射了其空间站的核心舱 对于中国来说 这是一项必要的工作 因为该国航天员被禁止参与国际空间站项目 华盛顿阻止中国参与由美国主导的太空合作 可能无意中推动北京 朝着中国主导的太空秩序取得真正进展 对美国来说 俄罗斯仍然是地缘政治上的敌人 但更大的对手也许是中国 过去10年 中国持之以恒地发展其太空计划 并逐步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功 中国上周在火星表面降落了一辆火星车 中国最近对太空探索的决心 反映在这些稳步持续的成功当中 现在美国并未明确表达 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的焦虑 然而政治学者们注意到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而这恰逢中国在太空探索上大步前进 中俄太空联盟组建的时机 可能足以刺激美国对其全球领导地位 和权力的担忧 从而催生一场更接近于旧时代的新太空竞赛 中国计划在2028年左右 向火星发射第二个探测器 并最终从火星带回样本 这是NASA和欧洲航天局 已在进行的复杂工作 他们希望伊丽号收集的样本 能在未来被带回地球 中国的任务可能会在这个十年内完成 从而形成一场潜在的竞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